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正琳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琳时间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是这个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心脏病处事 那讲过的一些名言 一句话最代表性 人在干天在看 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阴谋论 到现在还是各种阴谋论满天飞 邀请到两位来宾 帮大家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解读 第一位是王战喜王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陈文贾成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OK好那我们看一下李克强这件事情 那时间点是在这个 就是26号那个心脏病突发 然后就说死亡 那这种理由跟讲法 中国官媒这边做的一个公布 那就是想说李克强在26号 因为心脏病病发 然后在27号这个凌晨在上海逝世 那享受就是68岁 68岁其实来讲的话应该算 以现在的那个医疗环境 或者说技术等等 算起来不算长寿了 那一般般的一个岁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克强这个人 一些背景来讲的话 他是中国这个结束文革 恢复高考的时候 第一批的一个知识分子 出生的一个背景 他比较没有所谓显赫的一些家事 或怎么样 但是因为走一个技术官僚的一个路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中央整个经历 都非常的一个完整 那最后担任中国的一个总理 那在这个二十大之后就退下来了 就因为年龄虽然这个所谓的七上八下 还没到达所谓那个八下的那个年限 跟惯例 但是也是因为在习近平的一个操作之下 等于是就提前交出 在这个中国的一个领导班子里面 就是被淡出了 然后背后有很多的一些 你说派席也好了 或者说李克强在习近平 所谓习礼体制 早期还有习礼体制 到后来就是还是没有了 就等于是一个执行长一个模式 就等于是在执行习近平的一些 政策意念等等 那这样状况之下 李克强相对之下 在中国的一个领导班子跟成绩里面 比较之下大家会觉得 好像李克强起码可以讲一些诚实的一些话 比较坦白一点 比如说中国的一些经济的状况不是这么好 或者是他下台的 跟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告别的时候 有讲说人在干天在看 苍天有眼 这种话在中国的官场这样讲的话 常常就会被很多的一个解读 认为说是意义有所指 有所隐色等等 那人在干天在看 习近平到底是不是讲他 或苍天有眼会怎么来看待 这个习近平领导班子最后的一个结局跟路线等等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个李克强的一个处事呢 中国这边官方非常的一个低调 对于这个李克强的遗体也是火速的一个火化 那这中间的过程其实就很多了 那老百姓有一些比较自动自发的一些悼念的一些活动 或者说文章等等 一开始好像那个慢慢的越来越多 有集结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从中国的官方就开始出手 就禁止他们去做一些悼念的一些集会 或者说一些文章的发表 在网路上也是被禁止的等等 所以李克强的一个时代 我们用一个时代来看的话 等于是看这个中国领导班子的一个地言 一个转变来看的话 我想请这个王湛喜万老师 你是怎么来定义这一号人物 就是李克强这一号人物 我想就像刚刚主持郑林哥 有稍微提过李克强的这个简历 李克强其实算是中国的这一个 专业政治官僚的一个典型 那么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其实有说过这个完整的教育 他的这个专业是经济学 那么在这个地方历练上 其实也曾经主持河南跟辽宁 这样的一个政务 都担任这个省委书记 在整个经济事务上 有他自己的专场 除了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这个人在干天在看这句名言之外 那么他比较著名的 其实是提出所谓的李克强指数 从这个包括火车的货运 电力的这一个用量等等的方式 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状况 好来做一个这个评估 好那这个李克强指数 早年其实也被国际上被认为是 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之外 去评估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的 蛮有趣的指标 那么这也反映出 其实李克强在这个经济事务上 有他的专业性而且也够务实 那么他的政治评价一般也是 这个相对强调他专业跟正派的一个形象 当然这边是相对来讲 那么当然其实李克强在这个 2012年正式接任总理前 那就被算是寄予厚望 但是应该说曾经 中国内部其实有期待 刚刚讲的这个习理体制 在当年也有人在讨论会不会是理习体制 那这个李克强 他作为这个所谓团派 共青团出身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之前的这个胡锦涛跟温家宝 其实对这个李克强的青睐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一方面夹带着 这一个更早的这一个江泽民的支持 还有党内所谓的红二代的 这样一个政治经营的支持 顺利取得了大位 对 取得大位之后 习近平自己他对于这一个 因为一般来讲在中共的政治体制里面 在胡恩之前 他通常都是这个总书记来负责国家的 包括这个外交军事这种重要的事物 然后总理来负责内政 特别是经济事务的这个治理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习近平 他自己在这个经济治理上 有他很强的一个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理念 那么他在实务的运作上 也透过这种各种所谓的领导小组的这种建立 用小组政治的方式去架空国务院 跟这个总理的这个权利 那所以本来应该是总理管辖的这个事务上面 李克强被迫让出的对这个经济主导的一个位置 那这也让李克强很多施政理念 其实并没有实践的空间 像这里一个蛮典型的案例 其实是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 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蛮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李克强曾经提出地毯经济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强调其实这个放开 那么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的一个自由 但是习近平强调清零这样的一个政治路线下面 很快这样地毯经济其实并没有得到这个贯彻 那或者是前几年李克强其实也很直白的说出 中国有6亿人口 他们的这一个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这个其实都是在这个习近平统治的这个架构下面 比较不容易看得到的 说出少部分的实话 是当然这也反映出来 其实李克强他实际上一直展现出来的是一个 对于邓小平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 一个拥护跟坚持 那特别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两三年 中国的这个经济整个停滞的情况 其实相当厉害 那大家也都慢慢看清楚 这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的一个放弃改革开放路线的 政策的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氛围下面 大家其实就会分外关注跟重视 李克强这样的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 这个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前任领导员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面向 真的去检视李克强的这个政绩 那么他未必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领导员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逝世之后 中国的社会对他有很多的缅怀跟重视 其实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他反映的不完全是一般中国民众对李克强这个人的拥戴 那么其实也有蛮大的面向就对于习近平 对照主 对对对 把李克强作为这个习近平的对照主 他的不能够直接批评习近平 但是可以来支持李克强嘛 这个活得也很迂回啊 是是是 当然这个李克强自己在这个执政特别 其实是在这个后面几年啊 很多的施政理念都没有办法观察 对那甚至在很多政策上面难免需要替习近平被黑锅 那当然过得蛮闷的啦 对不过他还是展现出来蛮坚强跟开朗的一个态度 那很多时候也愿意这个出来讲实话 那我想其实这是他在这个中国民众的心里 其实除了这个官方塑造的习近平神一般的形象之外 其实一个相对清明的 然后坦诚的 然后能够勇于面对真实的问题 回应民众实际的需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员的形象 这台湾讲起来就叫做接地气了 接地气是的 是的没有这个习近平其实常讲的这种 高卡在上 最光荣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口号 能够真的去体会民众实际的这一个困难跟问题 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啦 对没错 那我们来看啊 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所谓的对照组 李克强的一个死去 然后后来这样子民间有一些缅怀啦 或追悼啦等等 这种行为跟那个氛围出来 那基本上其实就是真的是一种 刚刚那个战喜老师有讲 因为对习近平目前的一个你说言论的一个管制 或者说一种他们一种维稳的 永远是维稳 或者说那个领导人至上的一种氛围之下 不能轻易的去做一些批评 你甚至要批评也不见得能够讲得出来 或者说在这个各个管道各种平台去做一些散播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对照组织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就待会我们可以请陈文贾诚老师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 那这里我再讲一个部分 就是网络上我们看社群上面有一句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有流传说这个李克强死了之后 他的北大的同学写的一幅晚年 这一幅晚年很有意思 他写的是这样 陪十年小心 虽劫生致好 但活得憋屈 据一步之遥 却急流勇退 尽死的窝囊 那横批叫做什么 无能为力 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东西 我是这样子觉得 因为网络上有时候穿的东西真真假假 那即便这个不是所谓的北大同学写的一个晚年 那如果是一个中国的一些 老百姓也好 或者应该是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有发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也是我们来看的话 相当程度去反映目前的一个现实 其实我觉得写的反而是有入目三分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对照组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阴谋论的状况又是怎么样 我们下个阶段再请这个陈文甲陈老师来 帮我们做一个解析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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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进行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来我们延续三个阶段的一个话题 那想请教一下陈温贾森老师 好我们来看这个李克强之死 他的对照主就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 整个中国的大小事 全部都是他一人说了算 定于一尊 那其实李克强死了之后 有一些评论就是说 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其实亦洗亦忧 所以亦洗亦忧就是说 洗的是说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团派也好 或者说各个中国的一些 内部的一个派系 主要的一些台面上的一些 代表性人物 纷纷都是这个重要的职务 都被拔除掉了 那甚至也不在这个决策核心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现在就变成说 就算是官方说是一个自然死亡状况的话 其实在中国很多老百姓的那个眼里面 阴谋论就非常的一个流窜 那同时我们来看一些历史的一个背景 跟他的一些对照 中国有几次的一些比较大的 那一些民运 或者说一些抗疫事件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1976年的时候 因为 也是国务院的那个总理 周恩来过世 所以有引发所谓的一次这个事物事件 那1989年 六四民运的一个天安门事件 它的原因也是要纪念 所谓的前总书记 胡耀邦的一个过世 有造成这样的一个 大规模的一些抗疫 或者说一些纷扰等等 那反过来看 我们看这一次 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这个 即便有一些零星 或者说网络上有很多 一些追到怀念李克强 去影射攻击 习近平的一些声音等等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民众示威也好 或者说一些串联的一些活动 抗疫等等 目前都看不出来 那这样代表是怎么样 代表是不是因为这个习近平 到现在其实他对所谓内部 中国内部的一个管控 维稳的一个政策 做得非常的一个彻底跟弱势 反而是我们看到这样子 会不会是说 因为习近平到现在 真的是太过稳 稳到说没有任何一个 风吹草动都不容许 那当然对老百姓来讲 或对中国内部 有一些不同主张的一些人 不同看法的人 不同声音的一些表达 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空间 会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请这个温假老师 帮我们分析这两个层面 阴谋论跟习近平的一个管控的部分 这个后文的先讲 OK好 我们来讲他这是维稳 其实习近平他这个开始第三任之后 其实我们很明显看到 当他党政军 他抓得牢牢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是满朝经是习家军 那这个习家军过程中可能 这段又有这个火箭军的一些领导换人 然后又是这个秦刚又是李尚福的一个换人 那显得意见了 其实他认为说只要呢 这个他现在的用人呢 维稳就是要以奴才适用 而且是奴才是忠于他的奴才 而不是这个反叛他的 他只要认为有风筹会吵动呢 他就会把他们就是被消失 或者被拔除 那我想说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背景 那当然这是李克强的猝死 那显得意见的呢 我们得想一个问题 就像主持人跟刚刚这个大师所讲的 显得意见的呢 习近平他为了维稳呢 其实他也不见容 其他可能挑战他的人 那我特别这个对李克强呢 因为长期来有在观察他 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当初的一些 不管是胡锦涛 或者是这个更上层江泽民 他其实是希望这个李克强能够上去 因为都团派的 但是呢我想这习近平呢 他可能他的这个更厉害啊 他是反正红二代更厉害 他就把他这个反正就是以他 就是最后是他嘛 那到2020年 其实那时候一直在传说 因为就年龄都 因为我们一般就会比较 就外面的看的问题 其实也是外面看的部分 就会失真 外面会失真 因为中国的不透明性 那我们失真了 甚至他的这个 就是说他的这种 所谓的一党领政 然后一个人呢就一把抓 让我们就觉得这可能是 以一个七上八下来做个标准 其实当初呢 这个李克强才67岁 然后习近平69岁了 照理来讲应该是李克强能上去啊 那是没有上去 然后呢之后呢就是下来了嘛 那下来的话啊 就像晚年所讲的可能就是无力回天嘛 那我应该讲一个是壮志未愁生鲜石啊 那为什么想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用聊天方式 其实我联想到的是去年的7月8号 这个安倍金山被刺杀 我的感触是这样可能很少讲到 当然是这个迪哥到赛德 但是我是一个认为说啊 其实这是有一些 就是历史的一些金人士的相似 对不对 因为你想安倍呢 他其实也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 比如他这个受于宪法的限制 受于那时候的武汉肺炎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就下来了 那李克强也想做 但是基于习近平他的这个专制 所以他也就下来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结果都是意外的过失 让大家非常的震惊 那因为呢 其实安倍呢 是在日本 就在这个近代来看 现代来看其实是无人出其右 我是因为他一直是认为是战后最伟大的政治家 没问题 那相对的李克强在此时此刻呢 因为一个对照组 认为呢 他其实是最有可能 而且是最能够去取代 习近平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就也想到一个历史 就是之前呢 那时候赵匡英要去抓这个李玉的时候啊 这南潭 这是江南国主的时候 他本来看命 他说啊为什么要抓我 他说 但天下一家 握他之旁起人 他能汗水 所以我觉得 他是握他之旁起人 他能汗水 我觉得 所以因此李克强的过世呢 其实 我们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多阴谋论呢 因为有存在太多的一个怀疑性啊 那我来接几个 就我的观察比较可疑的地方啊 第一个 他为什么在上海 上海的东郊宾馆 那谁也住那里 就是之前的这个江泽民 他也住在那里 因为那个地方是要接待所谓的 就是正国籍的 或是外国领袖手 他是非常的一个非常高档 而且他医疗警卫都非常深严的地方 他住那里 是相对的是被软禁 第二个他游泳是11点去游的 那为什么11点游 照理来讲他应该 照理来讲他可能就直升机 或是去车子 他怎么运去比较有名的医院 比如说最有名就是复旦大学的 附属的中山医院 他是治疗这个心脏 等等这些是最权威的 我查网路是第二名 排名第二 结果送去这个所谓上海 这个中药大学的 附属的一个叫曙光医院 这个主观医院做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做预防保健的 对不对 那这是非常离谱一件事情 第三个是他一个 这个郑国级的领导人 他的警卫 当然是中央警卫局所控管 然后他有专属的医生 然后呢他又有所谓的 就是有保健医师 那如果说他这心脏密集 是应该有病死的 照理来讲是不能去游泳的 为什么又能游泳 等等这些看起来 然后加上如果说 一般我们心情梗塞啊 为什么有人就问我说 对啊 我的长辈就有人心情梗塞 但是那种是 我们老百姓没有人保护的 他是有保护 他一发现其实有 120分钟的一个黄金石 而且抢救的百分之96点多 这么高的一个几率 为什么会死掉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一开始我又觉得 我当在媒体也提到说是 不可能的 阿加老师这个抽丝拨卷 所以我觉得这很多 不可能因素之下 难怪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猜忌 一个大一个猜疑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呢 况且呢 我觉得要特别跟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在2014年习近平 在河南南考县考察的时候 他宣讲说用所谓的塔西陀的陷阱 他是怎么讲的 这是罗马一个学者说讲的 他说当公权力 失去公信力的时候 他会不会发表什么言论 做什么事 这都给予负面的评价 这是我觉得是此此刻 是应用在习近平是最适合的 因为呢 毕竟 这种子没人相信他了 没人相信他 人家讲 台湾文区在讲说 宁愿世界相信 这个什么 世界有鬼 不能相信男人的嘴 但是我觉得 相信男人的嘴 但是也不用相信习近平的嘴 我才做一个隐身 所以看起来 也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这个塔西陀陷阱呢 让我们非常的这个一个猜忌 那此外呢 我还是要最后回归这件事情说 其实这个李克强呢 我觉得他在十年任内呢 我认为他是没有什么建树的 他是没什么建树的 平平淡淡的 反正呢 他这就是一个死者为大 但是我还是做一个 我们就所谓的这个 盖棺论定嘛 我们盖棺论定 其实我是认为呢 他是有权不用一起作废 他当初不弄 为什么 他是一个所谓的求生存的 忌讳主义者 不是这样子吗 我揮手一下 他什么能做什么 他什么都不能做 我给你讲 他因为他很聪明的记者 一个人的教训就是赵紫阳 赵紫阳其实为什么 最后会倒台 因为八九学运的时候 他支持的这个政治改革 那所以他害怕 这个要习近平说什么 他为面是从 前面已经有例子 那唯一有讲的 就是讲有关列管经济 而且不痛不痒 对 不痛不痒的 我觉得现在呢 他唯一的这个所谓的政绩 可能就是 大家反而怀念起 跟一个对照组的一个攻击而已 然后来凸显说习近平 其实我觉得 这个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会追到他 不是因为他做得好 而是因为社会老师 因为社会经济不好 然后整个也这个动荡 然后让尾楼登起一些问题 让老百姓认为说 哎呀比较起来 不如还是由李克强比较适合 这种对照组 所以我一直很认同 刚刚主天就讲的对照组 其实用对照组 这种凸显呢 这个不是李克强厉害 是因为习近平 实在做得太杀了 这个也是相当的讽刺 就整个来讲的话 那如果不是因为 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专制 那李克强之死 其实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 阴谋论啦 或者说这么多的一些猜忌啦 等等 那整个状况来看起来 那其实还有啦 就是说背后呢 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 可以来跟大家 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分享 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之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做相关的一个探讨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 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张胜利时间 节目尾声 如果听众对节目 有任何收听的一些感想或建议 那欢迎email到节目的一个信箱 2020 小老鼠 rti.org.tw 2020 小老鼠 rti.org.tw 那有想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也可以上网或透过这个 pacast 平台 那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来进行收听 那再次谢谢各位听众的一个收听 谢谢